鉴于魏无羡这几日的乖顺表现,江家父子的案子很快有了进展,急去了职务,罚没了大半家产并且打回原籍便算结案了,之后二人便出狱回家了。 寝宫内殿里,蓝旺基与魏无羡一同在矮桌上用过午膳后,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 听到这个消息,魏无羡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,到底是性命无忧了? 殿下,我能不能去送送舅舅,就一个时辰就好。 虽然觉得蓝旺基不会答应,但是魏无羡还是忍不住去求。 果不其然,蓝旺基没有答应,我只是担心舅舅身体想去看看,毕竟在牢里待了那么久,以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。 魏无羡,殿下,求求你,姑已经派人把你舅舅一家接到了姑京城外的庄子里了,稍后也会派御医去给你舅舅看诊。 献献不用担心。 魏无羡听完脸色煞白,这是要用整个江家拿捏自己了。 魏无羡赶紧跪下,双手扯着蓝旺基的衣摆。 殿下,是献献做错了事,你罚献献就好,放过我舅舅一家吧。 魏无羡红着眼眶求道,献献在说什么呢,是你说怕日后不好相见,姑才把你舅舅一家接到庄子里。 太子面色柔和轻声说道, 殿下,你乖,等你待满了两个月,姑就放你出去,你想见谁都行,起来吧,过来让姑看看你今天乖不乖。 魏无羡只得颤抖地站了起来,随着动作,脚上的铃铛轻轻地响了起来。 这几日在内殿里,因为不用出去,魏无羡只穿着单薄的红色长衫长裤。 太子似乎得闲了,连着几日都没有去前朝,好生地陪了魏无羡几日。 魏无羡终于在内殿里待满了两个月,太子也信守承诺, 解了他脚上的银链,把他放了出来。 他穿着一身悬衣走出寝殿,两个月不见阳光使得魏无羡的皮肤更白了。 好在太子在吃食上没有亏待他,把他养得极好,如此白得透明的皮肤泛着粉色, 美帝好似话中人。 只不过,太子为他请封的圣旨并没有拿出来给他, 还是让他领了四品侍卫的职位,贴身伺候。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魏无羡都不知道太子曾经真的如他承诺的那样为自己请封过。 魏无羡现在是贴身侍卫,书房议事时也守在太子身后, 起初还有臣子智慧过,见太子坚持,也不敢再说什么了。 半个月后,一份奏折送到了太子手里,是幻王的折子,皇帝久病缠身, 幻王求恩典要回京市集。 殿下,不能让幻王回京。 太子一党的几位大臣,聚集在书房讨论着这件事,都不同意幻王回京。 幻王是金上的树长子,而蓝旺基是已故皇后所出的嫡长子。 当年,两位皇子前后脚出生,皇帝却无比偏爱幻王这个树长子, 惹得朝野动荡,更导致幻王有了夺处之心。 只可惜,皇室重敌,蓝旺基又争气,才没有让幻王一党得逞。 五年前,幻王在夺处失败后,被逐出了京城。 虽然如此,皇帝的心还是偏袒幻王,对幻王年年都有恩典, 不得皇帝宠爱,算是太子唯一的短处了。 这次幻王请求回京市集,皇帝知道了,一定会准奏的。 所以,幻王的折子,一到中书省就被扣了下来,送到了东宫。 压着折子,不能让幻王回京。 护不上书臣大人说道,难道还能一直压着,压得了一份,还能都压着。 另一位赵大人说道,幻王是被贬至于州,找个借口驳回他回京的折子。 书密院大臣李大人说,父吉子氏,天理伦常,陛下如今病得这么重,不让幻王回京,只怕会被天下人诟病。 太子殿下端坐在上尾,看着几位大人争论不休,太子看起来不是很烦心, 还有心情偷偷往站在他身后的魏无羡手里塞小点心。 魏无羡怕被大臣看见,赶紧把小点心藏在背后,心想着,太子殿下太不正经了。 这边太子还悠哉悠哉地逗着魏无羡,就听赵大人突然问他,还请太子殿下定夺。 太子也不慌张,理了礼仪金,说道,既然皇兄有如此孝心,姑又怎么能不成全? 殿下,几位大人急了,这好不容易送走的,岂能再让他回来。 父皇年纪大了,让父皇享两年天伦之乐,也算孤这个做儿子的尽点孝心了。 殿下爱父之心令臣等汉言,只是,幻王回京以后,李大人话并未说完,世人皆知。 皇帝活不了几年了,但要是想搞事还是可以的,幻王那边就算让他回京了, 也要多加防备。 几位大人安心,姑那个皇兄,与其让他远在天边的搞事,不如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拿捏。 殿下说的,有道理。 几位大人附和着,太子殿下拿起书案上的折扇,打开清窑,那神色说不出的从容自若。 就算让幻王回京,又能如何?自己能打趴他一次,就能再打趴他一次,有皇帝宠爱,又如何? 五年前,皇帝保不住他,五年后就能保得住了。 简直可笑。 送走了几位大臣,看看日头,已经快到傍晚了,太子传了晚膳进了内殿,拉着魏无羡与他一同用膳。 从前,太子就觉得魏无羡吃东西的样子,分外可爱,却没有和魏无羡一起用过膳。 前两个月,魏无羡日日夜夜都在内殿里,太子回了内殿就和他一起待着,午上晚膳在一起用的次数就多了,也不知魏无羡是心大还是化悲痛为食欲了。 分外的能吃,看得太子也食欲大开。 从前太子多是一个人用膳,自持金贵,这么多年也未觉寂寞,现下去觉得,有这么一个可人陪着自己是再好不过。 经过了这么两个多月,太子就多了一个新的嗜好,便是头位魏无羡。 圆桌案前,二人面对面坐着,太子的午餐并不奢侈,按照规制的四菜一堂,只不过桌子上多了一道, 魏无羡爱吃的胭脂鹅符,这道菜以青远鹅入锅,再以红曲粉,缩衣王瓜,苹果,绍兴黄酒,蜂蜜,桂叶等配菜配料一同烹煮,颇为要费一番功夫。 魏无羡上次尝过一次,就喜欢上了这带点酒气甜味的鸭符,太子便时常让小厨房做来,给他解馋。 魏无羡吃饭喝足,放下筷子,抬眼望向太子。 吃好了?太子问道。 魏无羡点点头,说,殿下可用好了。 嗯,姑也用好了。 太子向来口富裕不重,有魏无羡陪着才多吃几口。 听到太子也吃好了,魏无羡乖巧地起身,拿过宫女托盘上的漱口水,端给太子漱口。 看着太子心情不错,小心翼翼地开口,殿下,我后天休暮,嗯,然后呢? 我后天休暮,能不能出宫? 魏无羡被放出来也有些日子了,太子其他都不拘着他,只是休暮时不许他出宫。 太子没理他竖好了口,擦好了手,便被手走到书架前,似乎要找本书看看。 殿下,魏无羡跟过去,小意地拉着太子宽大的袖白。 太子顺势拦着袖白,拿起书来,轻敲了一下魏无羡的脑袋。 啊,魏无羡摸摸自己的脑袋,倒也不疼,就是吓了他一跳。 你出宫要干什么?殿下,你答应过的,我乖乖的你就让我出宫看舅舅他们的。 不去亲眼看看,魏无羡始终无法安心。 太子想了一下,自己似乎,好像,是答应过他,而且自己拿捏着脑袋,也不怕魏无羡再敢有别的心思。 不过,太子颇为享受魏无羡讨巧卖乖式地求着自己,就想要多逗逗他。 殿下,我保证不乱跑,见了舅舅立刻就回来。 魏无羡以为太子对他还有疑心,连忙保证。 你后天休暮,姑派人送你去庄子见你舅舅。 殿下告诉我地址,我自己去就行。 听到可以出宫,魏无羡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。 太子的脸色却沉了下来,想着,魏无羡也不知道是因为能出宫,还是因为后天不用对着他才那么高兴。 献献,你要想出宫,就要听姑的话,姑会派人送你过去,你可听明白了。 是,任凭殿下安排。 看着太子突变的脸色,魏无羡也不敢再说什么。 这太子,一天不知道要变多少次脸,魏无羡也不敢揣测太子的心思。 前路漫漫,无期茫茫,魏无羡上看不到出路。